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学杂刊 一组研究人员在巴西的一个人工湖中 发现了一种他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病毒 这种病毒被命名为亚拉病毒 而亚拉是巴西神话中的水神 科学家们搜索了8500个巨大的基因组 发现亚拉病毒中有6个基因与其他基因相似 这种病毒的基因组的90%是以前从来没有被发现的 所以被命名为孤儿基因 科学家只能推测 亚拉病毒可能是一个巨大病毒的简化形式 科学家渴望找到更多像亚拉病毒这样的病毒 因为它将解决许多谜团 现在他们正致力于了解亚拉病毒及其对生活区的影响 另一个有趣的消息是美国航天局开始寻找 木星的卫星木卫二欧罗巴表面的生命迹象 科学家们推测 那里是太阳系中最有可能找到生命的地方 因为它的冰面下拥有大量的水 数据显示 木卫二拥有一个巨大的咸水海洋 与地球上的海洋相似 此外冰面是抵御辐射的天然大气屏障 给生命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水不仅对人类引用有益 而且还可以分解成氧气 但人类移居木卫二 生命将面临许多挑战 对人类致命的是来自木星的高辐射 不稳定的地表也是另一个问题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会改变颜色的彗星 这颗彗星是在1969年被发现的 它的热量能够剥去旧的表面 揭示出一个更新鲜的表面 2014年飞船抵达后的几个月里 研究小组接受到表面反射光的变化 在罗塞塔探测器着陆时是蓝色的 它上面的在被加热 蒸发成气体并向上移动 导致尘埃被扬起 新的物质被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表面反射性更强 颜色为蓝色 这种变化发生在2015年1月到2016年8月之间 有两个相反的周期在起作用 一个周期接近太阳 另一个周期在离开太阳时 又开始改变水变成气体 尘埃颗粒开始沉降 使彗星的颜色呈现红色 宇宙真的是很神奇的呢 你说是吧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和分享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